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预料最终涉及最多100人 但是发现部分人被黑中介欺骗 不知道对方造假 警方说暂时拉了两个内地女人 涉嫌行使虚假文书 当中一个人被起诉 今年5月 有港大经管学院的石士生 被指透过中介提交虚假入学文件 校方随即展开全面调查 最新交代 暂时发现三十几个学生提交假学历文件 主要是持海外大学毕业证明 学院院长蔡雄斌接受内地财身网访问的时候 就说全部都是中国人 由于仍然在调查 估计数字可能会高达80至100人 而去年学院取录了2600人 他又说去年起发现有网上中介 保证学生可以获得取录 收费50万人民币 即是单计经管学院 已经涉及4000至5000万的中介费 这些内地和海外中介 偽造纽约大学等学校的成绩单 学位证书等等 仿真度极高 校方又发现 部分中介两头门 有学生根本不知道对方会偽造虚解文件 有一部分学生或者家长知情 甚至主动参与造假 对于如何处理涉事的学生 学院说仍然在商讨着 蔡鸿斌说 学院正在和中国教育部核下的 留学服务中心合作 为以海外本科学历申请入读的学生 进行相关认证 警方就说 上个月22日和星期三 分别拘捕两个24岁和34岁的内地女人 事严行洗虚假文书 其中一个人已经被落案起诉 据了解 两个人都是出境外游的时候被捕 未完成港大相关食事课程 两个人分别报称是 美国康内尔大学和加州大学 帕克来分校毕业生 财新网报导又说 据了解除了港大之外 中文大学、理工大学 都会大学等多家院校都发现这类个案 这些数字一个都言多 最起码可以做到 要求海外大学 寄一份当地 直接寄到我们本地院校的成绩单 从而证实 这个学生是否在那里读过 而且他得到什么成绩 中大、理大和都大回复说 如果发现有学历文件造假 有关申请人会被取消申请资格 为了取录 已经入读课程的即时开除学籍 无线电视记者刘卫尔报导 牙医管理委员反驳刚刚退休的港大牙医学院院长傅立明 日前质疑对牙科生毕业前有关临床技能培训要求 是重量不重质 强调是与学院共同错相 牙管会又说 早在2019年已经向港大提出这些要求 而这些要求有参照海外文献 和因应不同地区经验所得 以确保切实可行 对于傅立明说 多个西方先进牙科教育系统 都没有要求要量化临床经验 政府公布今季卖地计划 将会推售沙田小匿园一幅住宅地 预料提供570个单位 是连续第二季只是推一幅地照标 当局说 蔡正年度推地 头轻尾重形象正常 继上一季 政府推出沙田小匿园 园讯为一幅住宅地 发展局说 今季会推出同区另一幅 在沙田围路和小匿园路交界 预计可以提供570个单位的住宅地照标 可能我们的发展商就更加比较简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现在推一些比较成熟一些社区的用地 其实对于我们的市场 我相信他们的欢迎度会高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幅地能够成功去中标 其实我们是审慎乐观的 连同今季事件局 私人发展重建三个换地项目 今年度头两季土地供应 可见4065个私楼单位 达到目标大约三成 政府今年度计划推售八幅住宅地 但是连续两季只得一幅招标 当局说头轻尾重正常 如果大家留意到我们过去多年的情况 通常我们推地 如果政府推 都是有头轻尾重一些的现象 如果私人他们现有的土地 是去得多的 其实政府那里 我们手上的土地 我们就可以用来调节了 他又重新推地会有节有道 息口其实持续仍在一个高位 就没有大家当初预期说会很快地跌下来 这都是香港的确是受到我们外围的情况 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每一幅土地收回来 那个高低和总局的收入 平常心去处理 有策略师说当局推地策略保守 顾及地价下行风险 职存量那只手的货位都是比较多的 还有来着推的盘也多了 大家看本中这家利息成本很高 大家都有过去一年 可能是之前都买得比较慢点 积存了很多数量 有策略师认为政府未来两季 要追准低七成土地供应目标有难度 在卖利表上面的滚船土地 其实都是比较有些比较棘手的 包括我刚才说 例如大嶼山那两幅土地 其实你如果再推大嶼山的地 其实可能出价会很保守 保守到可能两千元或以下 政府未必上 他又认为即使百福地全部卖出 仍然难达到三百多亿地价收入预算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简化地契续期安排的政府租契续期条例 今天生效 简化安排之后 每批适用的地契在到期前六年 除非被列入不与续期列表 否则会自动续期五十年 而无需保地价 但是必须在每年缴纳相当于那个土地 每年估计的英货猜向租值 百分之三的地租 业主亦都无需再签署续期文件 整个公告将会刊献处理 发展局说 今天刊献的第一份续期公告 涵盖小于六年内到期的地契 三百七十六个地段 全部获续期五十年 当中三百零九个位于九龙 以由尖旺为主 六十七个位于港岛 英国大选开始投票 票站将会在香港时间清晨五点关闭 结果预计中午再有出楼 今次将会改选国会下议院 全部六百五十个议席 选前最后一项文调显示 工党将会大胜 结束保守党十四年的管治 二十几个参选的内阁成员会落败 英国首相申伟成和太太阿克沙塔 当地早上七点几 就去到他们所属的北约黑运 列治民及洛杉勒顿选区票站投票 两夫妇看起来心情轻松 申伟成向现场传媒揮手 但未有发言 被视为下任首相大热人选 打红胎的工党党魁施己言 和穿着红裙的太太维多利亚 早上十点前也都去到所属的 伦敦霍尔本及姓潘克勒斯选区 票站投票 之后从后门离开 他投票前在社交平台发文 呼吁支持工党的人要改变现状 就要出来投票 在民调中排第三的自由民主党党魁大围 也都去到索比顿选区票站投票 根据规定 英国传媒不能够在大选日 报道任何有关拉票的消息 票站调查结果 也都要留待所有票站关门之后 才能够公布 以免影响选民的抉择 今次大选改选国会下议院 全部650个议席 投票前公布的最后一项民调显示 在野工党将会大成 取得431席 将打破工党1997年 前首相贝里亚的最高议席记录 也都成为至1832年以来 取得最多议席的单一政党 执政保守党只可以取得102席 较上界由前首相若翰逊领导时 取得的365席大减超过一半 自由民主党预料有72席 民调又显示 现时保守党内閣 26名国员有16人将议席不保 包括财商侯俊伟 国防大臣夏博斯 其他多名保守党重要人物 例如前党魁施志安 和可能未来竞逐党魁的凯特斯 都可能失去议席 《卫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新卫城星期二出席保守党集会前 向朋友表示 担心自己会失去议席 外界估计保守党一旦惨败 新卫城星期五就会向英皇查理斯三世辞职 自2009年以来一直支持保守党 传媒大亨梅度旗下的英国太阳报 在选举前直改变立场支持工党 指保守党执政14年来 经常处于混乱状态 热冲于内斗多于治国 现在是英国转变的时候 无线电视记者 陆子旗报道 回到新闻时间 本地品牌一款军装附与样本 被验出陷过量立药牙包赶菌 食肝中心呼吁停止食用和出售 涉事的是尿妈记这款军装附与 食肝中心在西盈盘一个零售点 抽取这款附与样本检测 忽健每刻附与含13万个立药牙包赶菌 根据指引 食品每刻含超过10万个立药牙包赶菌 即属不满意 中心已经指令生产商 将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停售和下架 生产商也都已经按指示回收产品 中心说 制作或储存食品的时候 如果欠缺卫生 可能引致立药牙包赶菌繁殖 将食含过量的立药牙包赶菌的食物 亦都可能养致藕和辐射等 港铁加员工薪酬 非经理级员工基本薪酬案表现 加大约2%到6% 工会说加幅和预期有落差 港铁调整新筹分经理级和非经理级 非经理级员工基本薪酬 加身由2.05%至6.15% 具体加幅会按工作表现而定 上下限和去年相同 超过一半的员工加身4.1% 大约3.5%的员工获加身4.9% 至于经理级员工就加1.9%至5.9% 港铁说已经考虑公司业绩 市场环境 以及薪酬趋势调查结果等因素 作出决定 也都会向表现好的员工发放奖金 相当于1.55至2.22的月薪 改善福利留人心 改善福利留人心 有工会代表说 现时工作量大了 认为加幅和预期有落差 工会表示 会继续向港铁争取更多的福利 包括增加夜间工作津贴 以及改市工作环境等等 有万几个员工的港铁 薪酬升幅直接影响 每年票价调整 按可加可减机制 其中一个元素就是 对上一年12月 运输业名义工之指数 当中包含港铁员工薪酬变化 港铁又说 合资格单身全职员工 可以选择提名一个亲友 享用免费搭车福利 而今年踏入45周年服务 会向合资格员工发放 着情特别奖金 以及一次性特别奖金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云术署公布 第二轮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 批出125宗申请 一共149个配额 云术署说 第二轮申请今年4月底结束 期间接获129宗申请 涉及1473个配额 经审议之后 决定批准当中125宗 一共149个配额 公共小巴占超过一半 并已经向所有申请人 发信通知结果 厨方说 大约8成首轮申请的 输入劳工已经抵港 并在取得相关驾驶执照 和完成路线培训之后 陆续投入驾驶工作 期望第二轮的输入劳工 尽快到港接受培训 以考取相关驾驶执照等 进一步舒缓行业人手 严重短缺的问题 九巴推出第一条女车长专线 并设立第一个女车长 幼线幼试实 希望吸引更多女性加入 九巴来往天水为市中心 和元朗的69号线 今个月开始成为 第一条女车长专线 全线由11名女车长驾驶 九巴说69号线是元朗区内线 路面环境复杂多变 驾驶那条路线有一定的挑战性 69路线是会经过一些高速的路段 去到元朗大马路 亦都是一个交通繁忙的路段 我们选择这个路线的原因 正正是因为我们的女车长的技术 是完全配合到这些路段上的需要 试过以前驾驶B1的时候 有男乘客上来跟我说 看一看 咦 她忍你过 这样说的 但是之后她坐到我车之后 她下车都会走过来跟我说 这个狮子驾驶得OK的 因为她都会要赞赏我们的 觉得男人做到的事 我们女人都觉得好 在天水围市中心巴市总站 九巴仲新设第一个女车长 休闲室使用休息室 除了有基本的微波炉 冷气和休息座椅之外 还有更衣空间和全身镜等等 之前如果我换衣服 就要去洗手间换的 现在增设了这个休闲的女性休息室 它里面就有个更衣室 有全快镜给我们更换衣服 不需要坏 特意走去洗手间换 九巴计划 扩展商同安排到其他地区 暂定下一步在大埔区做测试 还会在大型车厂内设立步雨室 也都计划在车厂增测育而设施 已经向政府申请 希望尽快获批 九巴目标将女车奖的数目 增加自全体车奖的一成 预计需要请多大约200名女车奖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如报道 欧盟今天起对中国电动车 正收高达37.6% 惩罚性临时关税 中方担出欧盟商向移行 尽快达成解决方案 欧盟委员会宣布 星期五起对进口的中国电动车 在现有10%的税率上 在征收额外的惩罚性临时关税 税率由17.4% 至最高的37.6% 最长为期4个月 措施只在应对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通过中国政府补贴 获得所谓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当中比亚迪税率是17.4% 吉利汽车19.9% 商汽集团的税率37.6% 商汽集团回应说 不会因此加价 而其他配合欧盟调查的中国车企 会被征收20.8%关税 不配合调查的就收37.6% 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 德国福斯就批评措施 不利于德国和欧洲疲弱的市场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就重申 这样做并不是报复中国 而为了维护公平市场环境 在北京 商务部说中方已经多次反对欧盟的反补贴调查 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磨擦 避免反补贴措施伤害中欧汽车产业的互利合作 和共同发展 如计中欧会在这四个月内展开谈判 欧盟成员国将会就措施表决 一旦正式实行 关税会维持五年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正当多国企业缩短每周工时之制 欧立反旗道而行 推行每周六天工作 以提高生产力和就业率 是第一个欧盟国家推行六天工作就 新规定在7月1日生效 欧立提供24小时服务的私营企业员工 可以自由选择参不参加 可以每日压外工作两个小时 或者每星期压外上班八个小时 即是每星期的工时有40个小时 增加到48个小时 参加的员工将会获得压外四成的人工 新计划不包括食品业和旅游业 欧立当局说 六天的工作制不单止在对未获得 足够加班补偿员工的支持 也有助打击未申报老公的问题 更加能促进经济 这项政策和全球企业缩短 每周工作时数的趋势背道而辞 引来强烈批评 有欧立舆认用 推行这项新的劳动化 是国家的重大倒退 制度荒谬 有部分人质疑 虽然是员工自由选择参与 但是长久下来 将会终结每星期五日的工作制 欧立是首个推行六日工作制的欧盟国家 当地在22年 已经是欧盟国家里面 平均工时最长的国家 全年平均工作1886个小时 远超欧盟国家平均值大约300个小时 无线电视记者莫斯同报道 各位欢迎收看日子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抵达塔吉克道上别 进行国事访问 看看现场情况 我们见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刚刚下机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 野马性的多边主义 又指中方是欢迎各方 参与国际远球科研站 现场情况先看到这里 我们转一下其他消息 将军奥一个男童被人老走绑架 警方迅速破案 昨天清晨救出男童 拉了两个女人 其中有人持伤情症 警方指绑匪有预谋犯案 将男童先收藏在BB车上 再将他放入行李箱 运回家 两人和男童家人不相识 相信因为财困而犯案 警方早上救出大约三岁的男童之后 将他送到去将军奥医院检查 他送院的时候清醒 没有表面伤痕 要留院观察 事发在星期三下就大约四点半 男童在将军奥广场被人老走 有闭路电视影到经过 一个戴帽和口罩的人强行带走他 消息指男童的妈妈当时带他 和朋友和他的子女行街 突然发现男童不见了 男童同行的姐姐收到勒索字条 上面用简体字印有不可报警 也都有联络方式 怀疑绑匪将字条交给姐姐 再转交给男童的妈妈 绑匪之后以短信 勒索家属66万USDT虚拟货币 即是太大币 折合大约500多万港元 并且扶上相信是男童睡觉的相 强调我要钱你要人 相隔大约12个钟 今早清晨5点多 警方去到将军奥一个住宅单位 破门入屋救出男童 当场拘捕两个38岁的女人 其中一个人持相情症 报清无业 他了解藏心的地点是私人屋院天晋 是属于香港居民的 其中一个疑犯租住的单位 距离老人的将军奥广场 只是大约10分钟报情 警方说两个绑匪是有预谋犯案 包括一早准备好BB车 相信其中一名被捕人士 强行抱走了该受害人之后 应该是带了去附近一个BB车 然后推到附近一些 可能公园静一点的地方 另一名被捕人士 是拿过行李箱去会合他 将那个小朋友摆到行李箱里 然后带回家 行李箱的大小是都很大的 大家可以想象到是真的可以装得下一个小朋友 相信老走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 其中一名的被捕人应该是有用 起码有用一些的手去掩握他的嘴 不让他呼叫 我们暂时未搜到一些化学物品 在搜屋的过程 至于男童有没有真的在过程里面 被疑犯用一些有毒的物质 令到他昏迷等等 这个我相信要有待 医生或者法医那边进一步的意见 警方说男童的家人没有交赎金 已经将男童救出 相信没有其他同党 两名疑犯是怀疑有一些财务的问题 我们不排除有人因为财政上的问题 是挺而走险干犯这个罪案 对于有犯罪分子在闹市里面 公然挑战法纪 干犯这些这么严重的案件 警方予以强烈的谴责 我们也重申 警方是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 打击这些严重案件 其中一个疑犯在警署询查期间 报清不舒服要送院自理 警方说两个疑犯本身无关系 事前亦都不认识 会调查为什么两个人最终合作 还有为什么紧重那个男童老走 好先知记者 刘俊玉 事发之后 网上一道热传绑架一刻的截图 和和绑飞的对话 警方说没有影响调查进度 有专家认为家长都有责任 看管好小朋友 亦都可以借这件事 加强培养儿童危机意识 绑架事件发生后 的当晚开始在网上热传 包括绑架一刻的 闭路电视截图 以及绑匪勒索字条 部分截图贴文 深夜曾经一度消失 据了解 网上流传和绑匪对答的截图 都是有网民根据绑匪 留在字条的联络方式 再在网上主动联络对方 这些资讯在网上公开 会不会影响调查呢 可能有些人寻人 失败都会在网上 不同的媒体那里 去摆出来寻求协助 也都有很多热心的市民 其实会给很多资讯 我留意到这案件 也有一些这类的资讯 在网上又曾经出现过 总而言之 在我的调查 这些资讯 并没有影响我的调查 也没有影响我的案件的进度 对于绑匪工人在商场内发案 有家长说会提高警觉 也害怕的 有时不知道拖拖拖拖拖拖拖 小孩在哪里 紧张点 看着那些 也不用担心 你自己正在看小朋友 不就不担心 有西贡区议员 说案发之后 收到不少区内家长反映 担忧治安 警方是否可以加强 一个不同的地方的巡逻 在我们区里面 我们也呼吁 不同的管理公司 如果有些陌生人在商场或者屋苑里面徘徊 是不是应该要加强通报 立即回报给警方那方面 本身是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中学副校长说 家长大子女出家也有责任 不要觉得香港是治安最安全的 小孩一定是没事的 因为你治安好而已 但是其他例如道路的状况 出街很多其他因素会令到小孩有伤害 今次涉案的男童若三岁 心理辅导学家蔡以文说 家族应该从小培养孩子警惕 也可以借着今次事件加强小朋友相关意识 教他如何应对 若果0至6岁是儿童黄金发展期 家长在小童脱离危险之后 要留意情绪变化 寻找相应支援 无线电视记者南豪杰报道 有反修例示威者相隔5年再被捕和起诉 日政司司长林定国说 案件越复杂 警方越需时手证 对于接连有多人以煽动罪被捕 他说煽动罪不是新市民 相信市民知识法律底线 经历26年 现计政府终于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警方国安署半年间多次动用条例 以煽动罪拘捕和起诉多人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 形容现在有足够的法律工具处理国家安全风险 你说煽动大家知不知道是清不清楚 我觉得应该清楚 市民大众基于过去对一些判例的认知是理解 例如有些法庭的判例 你煽动的是什么呢 就是煽动人家一些所谓港独的思想 或者希望香港是脱离我们国家 另外一部分都是法庭有判例说的 就是你挑战整个国家的宪制秩序 例如我们国家是实行一个社会主义 是共产党领导的 这个是宪法讲得很清楚 起诉前如果有需要的会寻求律政司意见 期间或者要再调查 但好时候也不是一次过就完结 因为可能我们给完意见之后就说 这里可能证据可能要看看 要再研究 要再有调查 调查功夫 可能因应着个别的案件 各复杂性有所不同 所需的时间不同 近期审法院多个海外非常印法官请辞 其中英国法官郭廉思和沉耀迅 更加公开批评本港政治和法治 林定国认为制度上海外非常印法官 是值得保留 是不是需要的层面上来说 不是说没有他们 我们整个司法制度的效率会降低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他们直接参与案件的话 而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得高望重的 对于我们巩固我们一个很国际化的法治环境 或者巩固我们整个法理学的发展 那都很容易理解到一定是有个好处在这里 至于会不会考虑找邻近地区的法官 林定国说来自哪个国家不是重点 但能不能够符合水平才是关键 被问到完成了《基本法》23条立法 会不会任内甚至人生最深刻的一幕 林定国就形容是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有强调是保安局和律政支整个团队的努力 本市的记者在留住报道 日本指中国海警船连续三日在尖角猪岛 即是中国钓鱼岛附近海壁航行 中国海警表示依法驱离日方 非法进入钓鱼岛令海船隻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十一管区说 两艘搭载类似机关炮的中国海警船 星期二下午大约1点半开始 陆续进入尖角猪岛 即是中国钓鱼岛周边海域 并追踪日本渔船的动向航行 连续航行42个钟之后 在星期四上午大约8点15分 陆续驶离有关海域 进入外侧比连区 日方说会继续警告和监视有关船隻 防止他们再次进入海域 又说在比连区发现另外两艘 搭载类似机关炮的中方船隻 共同社报道 今次是日方连续196日 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发现中国公母船 而中国海警发言人就说 日方学院和善幸院2号渔船 以及多艘巡视船隻 星期二到星期四 先后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令海 中国海警船依法对他们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并予以警告驱离 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罪 在中国固有领土 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那个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 中国海警舰艇将继续依法在中国管轄海域 展开海上维权执法活动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无线电视机制一层新报道 继续新闻时间 科大五个研究项目 获政府产学研一家计划 撥款资助研究 包括医疗和环保等项目 科大指 撥款有助加快研究部分 早日将成果围及大众 污泥和污水是解决环境污染的两个棘手问题 污泥的处理过程会产生剧毒和恶臭 现时的过滤方法难以有效清除 科大有五个研究项目 获产学研一家计划撥款 资助研究 其中污水处理项目 团队以电化学的技术 利用电解氧化 在短时间内 降解污水和污泥内的恶臭和有毒物质 例如流化氢气体等 研究团队表示 撥款可以协助他们扩大市场 优化产品 我们首先会聚焦在香港 因为利用了香港本地的优势 我们会接回一些相关的环保的专案 做一些project 同时优化我们的两个产品 直接可以做到marketing 为本港的环保事业 做出我们自己一部分的贡献 接着我们会再去到大湾区 和我们国家内地 因为市场比较大 我们会联合其他大的环保企业 一起合作去运营 生产一些新的处理设备 另一个获扶款资助的研究项目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手术期间 将肿瘤组织掩饰 医生即时观察 评估肿瘤的大小和位置等 决定是否进行撤除 以往在手术期间 检查有没有癌细胞残留在体内 需要30分钟 但这个人工智能 癌症成长技术 只需要3分钟 就可以清楚诊断到结果 有助缩短整个手术的时间 其他获资助的研究项目 涵规基因治疗 感测晶片 同人工智能机械人等范畴 科大表示 拨款支持各研究团队加快步伐 例如在5年内 可以做到临床一期研究等 早日将研究成果 为及市民大众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珠海市政府说 将会分两个阶段 优化口岸车梁通道 又说会研究一地两检等的可行性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要增加珠海口岸通关能力 应该着手缩减通关流程 港车北上实施差不多一年 已经有超过64000架次的车 经港珠澳大桥驶入内地 但长假期回香港 珠海口岸经常出现过关车龙 珠海市政府就计划 在特定时间开放大型车辆通道 给小客车通过 提升高峰期通关效率 期望年底之前 小客车单向通关能力 由现时每个钟头950架次 增加五成以上 去到1500架次 在端午节假期 由珠海回香港 失车4个钟的立法会议员 张欣宇就认为作用有限 对于游建议在珠海口岸实行一地两检 张欣宇就认为受制于地理环境未必可行 而一地两检对疏度车流的效用也不大 他又建议珠海当局由科技着手增加口岸通关能力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心中通道通车头三日 日均车流量超过10万架次 有司机因为违规在应急车道停车打卡被罚款 以及要重考价制执照 看着植阳喝咖啡 这张写意的照片是心中通道开通第一天 有人在应急车道违规停车打卡认低的 中山交警通报 摄摄的车因为违规停车被罚款200元人民币扣9分 司机也涉嫌遮蓋车牌同样被扣分和罚款 并且需要重考驾驶执照 心中通道开通之后 不少民众在应急车道停车打卡 或者将身体伸出天窗影响 当局说心中通道不切服务区 民众不应该在通道中违规停车 甚至下车影响 否则会被罚款200元和扣分 警方也都说会加强打击 心中通道在星期日下午3点通车 截至星期三下午3点 车流量达到30万5千架次 亦均超过10万架次 至每日珠江跨江车流量的四分之一 至于以往主要跨江通道 南沙大桥的车流量下降了3成8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说 心中通道通车之后 有作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 泰国两个旅游热点分别受极端天气影响 苏梅岛长期干旱导致食水短缺 布吉就因为暴雨引发水浸 因为长期干旱 泰国苏梅岛上储水量80万立方米的主要水库 现在只剩下一成门 预计只可以支持半个月的用水 另一个水库就只剩四分一门 大概足够一个月使用 水务部门已经实施分区轮流制水 但有几个社区的居民投诉 已经接近一个星期没有食水供应 有食市负责人说 需要自行在私营供水箱购买用水 每个月花费4500泰珠 折合大概940港元 政府表示计划投放大约25亿泰珠 兴建第二条水管 从内陆供水给苏梅岛 当地现有的供水管道 没有办法满足农业和旅游业的需求 泰国的另一个旅游热点布吉 上个星期录得330毫米降雨量 多个地区水浸 布吉国际机场多班航机延误 或者被逼降落到其他城市 当局说布吉星期三起到下个星期一会再下暴雨 政府正忙于在下水道和洪水二发地区安装水泵 当地居民投诉 政府清理淤泥和树枝的工作进度非常缓慢 表示如果不及时清理障碍物 水浸的情况将会更加严重 专家说除了異常多的降雨 不受管制的城市扩张 也阻碍雨水排出大海造成水浸 无线电视记者方卓梅报道 澳洲一个智库机构研究发现 自从社交媒体Instagram和Snapchat 在十几年前去出之后 澳洲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孤独感和不幸感增加 维系和使用社交媒体有关 澳洲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指数 自相关研究在二十几年前开始之后 头十一年维持稳定 但是在2010和2011年 Instagram和Snapchat 战后推出 自后十五至二十四岁的年轻女性 自我情报的心理健康评分 由2011年的73分 跌至今年的62分 同龄男性也由74.5分 跌至67.5分 这个年龄组别 正是最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年 年轻女性觉得自己有众多朋友的指数 同期由0.97暴跌至0.12 男性就由1.08跌至0.45 专家指情绪低落 同这些自我评估的分数有高度关联 一些侧重分享相片和影片的社交媒体 被指将外貌和体型问题放大 加剧网上欺凌 造成部分人陷入社交孤立 无线电视机仔 六子旗报道 请不吝宜 酱敬 请不吝宜 络疑 请不吝� 280